左右摇摆 身患重病的不幸少女 有着怎样的绅士之谜 不是亲生的 悲喜交加的背后 他们经历着怎样的情感纠葛 敬请关注谁来拯救她 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大喜大悲的故事 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 这都是人生最大的喜事 尤其是在农村呢 如果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那可让人羡慕的事 山东省青州市就这么一户姓黄的人家 人家的女儿那叫一个争气 不光考上了大学 还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黄家上下真的是又高兴又自豪啊 但是瞬间悲从天降 一家人从喜悦变成了痛苦 而且从这儿还引发了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 跪倒在地上 口里一直念叨着 我难受我也没办法的 是五十四岁的于舒兰 面对记者 于舒兰为什么会痛不容疾 难道撕心裂肺的诉说背后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吗 这一切都和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有关 躺在病床上的女孩 就是二十三岁的黄永峰 面容憔悴 身体虚弱 一副患重病的模样 父亲黄慧叶和哥哥黄永兴在身边照顾她 看神态听口气 黄永峰可是病得不轻啊 医生的话如同给了人当头一棒 尿毒症可不是小病 目前全国像黄永峰这样的尿毒症患者 在一百五十万人里 随时面临生命危险 他自己有时候就说 不如说死了算了 大部分尿毒症患者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 要想完全康复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这个食医值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患性 为了给女儿做透析维持生命 黄慧叶只好去信用社贷款 从八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三日 不到三个月 一共贷款十七次 共十万元 他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可以说是偶像 我父亲什么都懂 很加强的一个人 父亲真的是用心良苦 那么二十三岁的黄永峰 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呢 更奇怪的是 病房里只有两个大男人在照顾他 怎么没有妈妈的身影呢 我以后他就把妈身上很 最长的妈叔他就把妈身上很 糊涂还不是人 你这个人秦一生贵女 这个身上聊会儿一块肉 我觉得他心情很 很难 村民谴责女儿怨恨 莫非这妈妈做了让人不可饶恕的事情 她究竟在哪呢 更纳闷的是 黄慧夜的老伴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就在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黄慧夜说出了让人倍感震惊的一句话 她是藏旨太和余淑兰的亲生女儿啊 原来黄慧夜并不是黄永峰的生父 而是养父 而这位面对镜头痛哭流涕的妇女余淑兰 才是黄永凤的亲生默契 母女相见 按理说应该很亲热 但是她们却冷淡得如同陌生人 你对她感觉很陌生 难道这对母女之间有什么没解开的疙瘩吗 黄慧夜家在南黄村 余淑兰家在张坡村 相距不到两公里 那么张坡村的村民知不知道 余淑兰在邻村还有个亲生女儿呢 没有 怎么邻居都不知道 经过我们仔细了解 村民们终于说出了实情 两年了 送人了有多少年了 生下来一百世 又20多年了 那现在听说 你练 听说那个鬼是不是有病了 家主人的路啊 他没意思 你练了路巷 你这早起来不好看 你去开餐 你去开餐 对 我没问题 老月,你这闺女的清凉 当了什么 四百分半块的状况下 你还是在学院的时候,你还是在学院的时候,你还是在学院的学院 得别看着这闺女 我也很想说,我咋的 他比这个学院 我留留他,他会在哪里就挖掉 我看着我还难说,我就是 死一会就死一会,三个死就死一会 妈妈,你原来这一生吧 一生完一生,你生我的心,你生了 是吧,你是他妈 我是在养的 你也是这些事 阿姨 双方不欢而散 按理说,现在两家人应该商量着怎么给黄永凤治病 但是他们谈的好像不是这些 似乎黄家还因为什么事儿在求这一会儿 但是他却不答应 莫非是牵扯到用钱的事儿呢 跟钱无关 看来这其中还是另有引起 就在这时,黄慧叶突然提出要去张坡村 我的女儿都给他下来归 我都五十五岁了 我从来我也没求人 真是越说越糊涂 到底是什么事 让黄慧夜这么求着语书来 黄勇奉族出生的现在 又经历过什么呢 故事发生在23年前 也就是1987年的大年初一 当所有人还沉浸在 辞旧迎新的祥和中时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让黄慧夜的这个新年 不同寻常 我小孩 抱着我小如我等 这个墙堡中的孩子 就是出生仅仅一天的黄勇奉 他被重男轻女的 于书兰一家人遗弃了 身上也挺胖的 很喜欢拿点 我一会儿啊 身上也没什么探戏 把小孩都给给我 是好 小时候就好 是为了很天气的 我把小孩很不容易 黄勇奉慢慢长大 他的聪明乖巧 勤奉好学 在村里可是出了名的 非常懂事 学习非常刻苦 挺老是一个小女孩 不是特别爱说话 因为两个村子离得太近 终于有一天 黄慧夜知道了 黄勇奉的亲生父母就在附近 但是感觉深了 也就没把孩子送回去 直到2006年 19岁的黄勇奉考上了中南大学 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先想知道自己不是亲生 想见一见 在外面亲生 还有兄弟姐妹 一个19岁的女孩子 内心能不嫌弃过来 后来她也见到了 自己的亲生母亲 花给我 我也不愿意不要玩 她也不心疼我 这一小时 那时候我挺好啊 就像亲生女 我也没感觉去不好 今年的四月份 喜事再次来临 黄勇奉顺利通过了 山东大学 术士研究生的复试 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 在边那边前就觉得 他考上研究生啊 就觉得挺朗龙的 要知道 在农村 能读研究生 那简直就是重状元呢 是天大的喜事 挺优秀的个孩子 都对他挺佩服 如果一切顺利 这个时候 黄勇奉 本应该再读研究生 一年级 可就在大家都觉得 他的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 被一层参加 黄勇奉突然患上了 妙子 真是大喜大悲啊 眼下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 黄勇奉执能暂时休息 作为生母 余朱兰第一时间也知道这个消息 残酷的现实 一下子摆到两家人的面前 面对女儿亲生父母的冷漠 养父黄勇奎 真是煞费福心 黄勇奉花了三十万 你少一对 没有钱啊 对他找个那么病 太受难为 黄勇奉一周做三次偷袭 一个月要花费五千元 这一年下来 又得六七万 现在家里该想的办法都想 如果不做治疗 黄勇奉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突然医生说的一句话 让黄贵燕顿时一个激励 基本上轻手工身的话 差不多都可以做的 有血缘关系的 对呀 可以找找黄勇奉的亲生父母 给女儿捐个肾呢 可是他们会同意吗 他自动提示了 我捐我肾计他们 一开始我还感染一见 我感染一见 都说血浓一水 也许是对当年 遗弃孩子的愧疚 于书兰的决定 让黄家上下振奋起来 他亲生父母 之后深远 应该是配性比较合适的 假如不出意外 现在黄勇奉可能 已经做完配性了 但是就在黄家人 充满希望的时候 事情突然来了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 后来才不捐了 我的几条转就深 人家做就挖了 不捐了 怎么可能突然变惯呢 这个消息 无疑对于满怀期待的黄家人来说 从云端瞬间摔入到冰冷的谷底 那于书兰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他不捐身的背后 究竟还有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眼前 哎呀真的是没想到啊 亲生母亲前面明明答应给女儿军身 现在却又反悔了 正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二十三年前 他把孩子给遗弃了 心里面应该有愧疚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 让他偿还女儿的机会 他却又不捐了 是不是考虑到自己年龄也五十多岁了 或者还有其他的苦衷 话也说回来啊 万一他不肯捐 和黄永凤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 愿不愿意捐呢 如果都捐不了的话 谁还能再来拯救这个 二十三岁的不幸女孩呢 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揭开谜底 究竟于书兰为什么要痛苦流体 莫非他也有什么苦衷吗 他不能捐啊 咋子不能捐啊 他堵着做矫情垮流啊 他说这两位呀 他说矫情不行呀 矫情挺男的 然后孩子上学 原来于书兰现在家里有四口人 丈夫精神有些问题 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上大学 五十四字的于书兰 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哎呀我现在现在有 哎呀他不然一发病 我的字不得 我的字不得 不能接着 担心的现在 这毕竟是我下坡的宿命啊 放弃的宿命 实在是喝西汗 后会有点美买的 他弄你建议婚 他也也 这本想法上 建议婚了啊 我就不认识 不认识 哪里才一个生产 我就二千块钱 不是啊 这本想法上 毕竟是同学生产的了就有 不把你养才来好 母养才好 是同学生产的了就有了 你再想想 一边是自己 普普支撑的家 一边是几乎淡忘 但却有血脉相连的 亲生女孩 在亲情与理性的家风中 于书兰 苦苦挣扎在 内心情感的 矛盾纠葛当中 这个小女孩 她晓得父母 本身对她的遗弃行为呢 这是违法的 但是父母呢 不给她捐献肾员 这并不违法 只是受到一个 道德方面谴责 黄永凤的亲生父母 年纪大了 又有所顾 那么家里的其他亲属 她的姐姐和弟弟 愿不愿意为她捐肾 这是于书兰的大女儿 给黄永凤 发来的短信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 管好你自己吧 别装可怜 求我们家 给黄永凤的亲姐姐 张玉京 大不同 关系了 现在黄永凤的姐弟 都联系不上 与这家人的冷漠相比 养父黄慧业 显得更加匆忙和狼累 除了照顾女儿 一周来医院 做三次透析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为女儿寻找甚远 我们通过各个渠道 各方面的渠道 和山东省的各个医院 给你联系 联系如果可以成功的话 我可以马上通知你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就和她 原来她有个 原来她有个 一样就生这门 不是亲生父亲 却胜死亲生 坚强的父爱 已经感动了很多人 我们镇政府是拿出了5000块钱 就让干部捐款是4300余元 总共是9300余元 为你远领导你 专门给丙为你送去的文言金 并成立了你专门的折销组 黄永凤是不幸的 但他又是幸运的 他有这样一个 疼他爱他的父亲 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坚强地活下去 坚强的信念是 勇不凋谢的文化 等到灭云之神降临 幸福到来之时 能够发现当初执着的 追求是多么明知 我还没有报答这一较人 所以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你好 好点的吧 好点的吧 祝你早点烤 我一会儿你能够 赶紧去 我中心的 感谢中南大学 全其失神 对黄永凤 最关门 我也中心感谢 青州市为市政府 多次来 才能来看黄永凤 真是不容易啊 几番悲喜之后 黄永凤终于迎来了希望 不管他的亲生父母态度如何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位 刚强坚韧的父亲 养父无私的爱 让我们见证了 什么叫父爱如山 现在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肾源 黄永凤就能做移植手术 尽管大家已经捐了15万多元 但是后续手术的一系列费用 黄永凤至少还需要15万 让我们为这份感人至深的父爱 献上一份爱心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稍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明天给您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节目 母亲的一个疏忽 孩子的一场痛苦 哪怕是让我来扯扯这个痛苦 我就觉得那都是应该的 看似平常是暗藏隐患 活泼好动的孩子 究竟如何保障安全 敬请收看 进退两难的危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